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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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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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身体有风湿啊 或者就是每天 你不是有白骨关的基础吗 你是管白骨啊 身体变成 你会就是你在白骨的基础上 关这个绝受就是湿冷热 就是你就想 观想就是内观这个身体 变观身体的就是四肢百害啊 就是身体的骨头这一块 这个肌体 哇 热 冷 还有什么绝受 就是觉得你就是体验嘛 体验感觉它里边是热的还是冷的 伴着呼吸 因为你如果是你内观这个冷热气息的时候 你一定会伴着呼吸的 是吧 因为你会关注到呼吸 但是不是以关呼吸为主 其实准确的就关身体的四肢百害的冷暖状况 冷或者热的状况 你 你 你 对 你 你很近的去关 如果你 其实你一开始关不到的 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很近的 当你体验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热 湿 冷 热 湿 冷 这些哪块热 哪块湿 哪块冷 清清楚楚观 观想 然后呢 不要分别 然后呢 因为你很近的能够察觉到这些地方不舒服的时候 你的神就很凝了 凝神就入气穴 就是神就凝在身体上 这个时候 你抛弃这个分别 就是说你觉得热 冷 湿 这些角色都是同一个空性 知道吧 只是你分别他就 因为身体的气其实没有冷热 比如说据个例子 一只狗熊站在这儿 你觉得很冷的时候他不觉得冷 是吧 因为他的体能啊 人家你说北极 企鹅又不觉得冷啊 是吧 企鹅不觉得为什么我们觉得冷 是吧 身体体能不一样 脂肪啊什么这些不一样 所以这个冷热是你定义的 是吧 所以你的分别 当你感受到这种冷热的时候 你的分别是停下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神已经很凝了 往里边 就神已经凝住了 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得定 知道吧 然后很容易借空性 你停下分别很容易借心 而且就算你借不了 你这样就观察你会静下来 你就不会单纯的只观 就是它是在动态里边观的 你这样你就不 因为戴上呼吸了 你就不会只是就像观一个白骨那样子 观一个白骨那样子 你就会轰尘 就是只是 因为你心力不够 所以你观不清晰那个白骨 就 先除这样子 如果你需要观个白骨 你这样子 然后要生气激活 然后慢慢再观不过 你现在心力不够 我觉得说 随着自己的呼吸就是觉知生战 哪里热 哪里热 哪里 对 你都不 硬念不在呼吸上 但是呢 你静下来 你去感知身体哪里是热的 哪里是冷的 哪里是湿的 哪里是疼的 哪里是疼的 哪里 凉凉分明 对你身体里边的东西 去感知 去体验 然后呢 静下来 静下来 容若不动静着 不要刻意的导致也不要 你静下来去体验就行了 这样呢 就是在这样子观完的话 你可以接着 比如这样观五分钟 你可以 如果观得力了 你就换成白骨观 你再接着观你的 继续你以前的观法就可以了 这样会好一点 你就会 身体的气脉就会活动 就会流通开 念佛念经 杂念初生 这个肯定就是你 就是杂念 杂念多 因为你还没有功夫嘛 刚开始嘛 这个只要坚持这些都会消失的 坚持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话 在家人修学就是训练 活在当下 修觉照例 起心动念起来了停下 因为你要活在本觉 我们你要始终知道 有一个本觉本明 你的空性在这里 然后这就像 你的心这一块是心无化碍的 什么也不在乎的 我们中年了嘛 不是很在乎 但头脑的念头叉叉叉生灭 因为念头是什么 六根凿下来 眼根凿下来生灭一下 耳朵纹一凿下来 其实你心里边也寥寥分明 其实心里边也可能没啥 一定要砸 但是呢 眼根一凿下你就受不了了 马上那个气就出来了 这些六根凿下 就是身身面面这些杂念嘛 就像这块油也飘着 几个多油 什么 这六根清静就好了 慢慢的看着这个世界 也释然了嘛 我们是有些东西明明是个梦境 是个幻境 但总是不能释然 一看见就一头砸进去那个事情里边 就 然后迅速的攀越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他是拿人力的思想在推理 然后把自己给绕住了 是吧 然后心里还 理论 概念还一大堆说 不应该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不能这样 然后头脑都这样的 真的是乱想封城 就是妄想一大堆 这个需要慢慢慢慢你自己 自己绝照就能调整 也不是说是一定要多难修正 一绝照到了你就慢慢停下来吧 你在乎什么呢 是吧 有啥在乎的 在乎又能怎么样呢 也跟看见啥了一定是啥 不说所见那些东西都是跟城乡对产生忘戒 是吧 不是那样的 就算是那样 你又怎么样呢 是吧 就算是那样 你不折磨自己吗 又怎么 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又不是18岁17岁 还不活不明白吗 你只管你只管自己情境 你只管自己情境 他事空事有关你什么事 那个苹果 这个世界 你连困有这二字都不想他了 想多了不累嘛 是吧 他空了有的关你什么事 你要成佛 那个苹果空了有了关你什么事 是吧 不用想那些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不用你想 是吧 大家想了也没用这种 你干嘛想那些东西 你慢慢会发现你头脑里面太多的事不用你想 但是你不想 你会觉得你失落 你就拼命的想想 多管点事写的有价值嘛 不用那样是小问题 慢慢慢慢你就知道清风有多多舒服 每天这块是清风明月的 是吧 本来我们也无形无相 你装啥 不能装那些 那些都垃圾 不要把那些东西小事大事 不管小事大事都跟你没关系 跟你修正没关系的先不要装 你念佛吧 你学佛吧 你不学佛你怎么办呢 你六个怎么轮回 不要管人家这件事 人家轮回就轮回吧 人家也轮回了急事了 人家怕了一次了 是吧 我是举例子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看你吗 我看你一定要做什么 我看你 你頂着 我看你 你多物件事 我看你 你哪一样